尹尹 其實我的專項是田井專跑 然後這樣就看我身材矮矮的 然後想說練看看 因為田井也沒甚麼成績 看看練舉重會不會有新的成績這樣 會想練的是因為不用曬太陽 然後後來會慢慢練的時候 會覺得滿有成就感的 因為一天比一天重 然後會想要就是突破自己 一開始比賽的時候就是都輸別人 然後會想說這樣不行 已經這樣練都一直輸了 舉重總不可以這樣子就一直輸 所以就平一直平啊 其實我家人一開始是反對我練舉重 因為我很矮 然後怕我會變更矮 但是家長看到我有成績 然後你看我就是每天這樣子舉毛 然後回家就是也比較乖了 然後飲食也比較好一點了 因為家裡也有跟我說 他想要我的目標就是先牙育嘛 所以我現在就是控制我的食量 然後把體重控制下來 然後把成績往上提一點 然後生活規律做好 然後慢慢每天慢慢的突破 慢慢的就是重量慢慢的加 機會點要在他能夠自律啦 我是覺得他自律的能力還 不管在飲食上的自律啦 或者是在訓練他們的自律 都還不是很要求自己要達到一百分那種 因為奧運沒有45嘛 亞運才有45 所以45成績那個協會一公布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們離這個成績不遠 我們真的是有信心 如果他很自律的話 他自律這個習慣做好 我相信他可能會創下 我們那個最年輕的亞運選手 這種選手啦 當然是希望他能夠 在我們的指導之下 然後沾上奧運舞台 大家都說很好 我也知道他很好 但是我們真的就是想 慢慢的持續漸進的方式 來讓他成長 我們不希望說一下子 就給他太大的壓力 一定要讓你選上亞運 就算這次選不上亞運 他年紀還輕 我們希望下一屆亞運 奧運再來 因為他還是很有潛力 我們不希望說 他像彈花一線一樣 上去就沒有了 我們希望他走了長久一點 幫他買了按摩槍啊 那個熱舞墊啊 冰霧袋啊 這些來讓他 在訓練後能夠得到幫助 然後幫助他 趕快恢復那個生理的最佳狀態 來迎接明天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 運出位這次提供的物理治療師啊 還有金錢讓我們去購買這些 運動的恢復的一個設備 那個醫療用具 我是覺得還對他幫助蠻大的 有時候他都給我偷吃東西 我們就是最困擾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希望那個運出位那邊 有沒有能夠心理師 心理師或是運療師 在這塊方面啊 能夠幫他 我這個人比較不會受潮 也就是 是練習的時候也 也不會什麼說什麼去 特別注重什麼的 所以有防護眼啊什麼的 就會就是教我怎麼按摩收操 然後去看我的傷勢啊怎麼樣的 這樣看完會覺得我練習的時候 會可以就是更輕鬆 比較不會就是因為痛所以有什麼壓力 就是會擔心會害怕 我覺得就是不敢做這樣 舉重現在 從不知道到開始到 變成興趣 然後變成興趣 可以用這個興趣當賺錢的一種方法 可以這樣改算 其實我覺得其實也蠻好的啊 舉重其實也不是算什麼熱門的項目 所以也沒有什麼人認識我 我想要就是 就是跟 我想這樣講會不會太大 我想要跟國慶祖一樣 就是 就是讓全世界看到 就是覺得 去台灣也可以這樣子